在第二港,我们会留意两个在19世纪先建立的国家,包括了德国和意大利。 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前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属于一个地理的名称。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控制这块土地的是一个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组织, 不过它不是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 它是由教会所控制,以天主教凝聚国家里的人物。 直到拿破仑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所击败, 当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各小国就成立了German Confederation, 即是德意志邦联,当中比较大的两个就是奥斯利亚、奥地利和Prussia、普洛斯。 双方在邦联里面明争暗斗,就好像Prussia那样在1830年创立了关税同盟, 希望促进北德国的经济统一。 最后领导德国统一的是普洛斯, 他在统一之前打了三场仗, 其中又以Franco-Prussian War那场战争影响最大。 这场战争不是只是促成了德国的统一, 也都严重地动摇了欧洲本身的势力平衡。 我们就看一看德国究竟是怎样改变了欧洲以至世界的格局。 统一了之后的德国拥有全欧洲最强的经济, 为什么他们经济会发展得那么好,那么快呢? 其中就与基础建设发展完善有关。 德国的运河,以至是铁路网络都非常完善, 他们也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点就在化学方面, 例如练缸、药品那样。 而且德国的人口增长很迅速, 与法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况且德国还拥有全世界最强的陆军, 这支陆军曾经在早年拿破仑战争协助其他民国, 一起击败了号称天下无敌的拿破仑军队。 不过在另一方面看, 德国就会觉得自己未能得到应该拥有的所有事情, 包括了最重要的殖民地了。 他们会经常认为自己是一个have not nation。 have not nation的意思是指, 你英国有自己的殖民帝国, 法国也都有殖民帝国, 但是我们德国就没有了, 所以德国就是一个未完整的强国。 当中的象征人物就是William II, 他是德国皇帝, 他1888年职位之后, 就大力提倡要扩张德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这个看法不是借统治者想的, 甚至一般的商人、平民等等都非常支持。 例如德国在这个时间推行了一个叫做world politics的政策, 他的目标就是可以在非洲建立一个殖民帝国, 尝试去抢夺原来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 以及在一些还未被殖民化的地方, 例如纳米比亚、坦桑尼亚、 赫玛龙、摩洛哥等等建立德国的殖民地。 另一个政策就是叫做Mita-Orupa, 即是在现在俄罗斯的领土上面建立属于德国的殖民帝国。 不过这样会令德国和俄罗斯发生严重的冲突。 上面这个表是指着我们在课题之初, 德国的一些形势, 而下面就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了之后, 德国的外交选择。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德国就输了, 但仍然拥有很强大的潜在实力。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德国的邻国, 好像欧洲、奥地利那样, 已经被瓦解了。 而一些新兴的国家, 例如波兰那样, 他们相对都是实力很弱的。 俄罗斯这个时候就陷于分裂, 还在打内战。 所以我们就说, 德国这个时候是potentially strong。 在这个情况里, 德国其实有两条外交的出路。 第一,就是和英国、法国合作。 代表性的人物就有stressman。 在巴黎和会里, 德国需要赔款的。 这个德国外相就说, 是,我们会继续赔偿的了。 还有他们都会藉着Dowesplan问美国借钱, 而也都善用Need.nation这个平台, 和英国、法国去讨论一些紧急事务。 不过如果你熟知历史的话, 就会知道, 德国还有另一个可能性的, 就是维持之前的外交政策, 尝试对俄罗斯一带的领土进行殖民, 去创造属于德国的living space。 这个想法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希特拉啦。 希特拉不同意巴黎和会里, 德国需要赔款这个决定, 甚至他认为旷军都是没问题的。 在1930年代, 德国就占领了奥地利, 苏台德地区,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等等的地方, 最终令到英国、法国向他宣战, 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和意大利是相近的时间同一个, 但是意大利的实力就会弱很多了。 我经常会觉得意大利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 一方面它会觉得自己的实力很强, 但是另一方面, 其实它只是列强之中实力最弱的一位, 所以我们通常会形容它做least of the great power。 为什么意大利的实力会这么弱呢? 其实有不少的原因的, 例如在政治方面, 意大利的政局相对而言是不稳定的, 而且你见到它们的土地是一条长条形的, 南部和北部在文化以至经济方面都有很不同的发展, 经常会引致国家内部的冲突, 它们的土地一点都不肥肥, 而且很多山, 不利于它们发展农业, 同时它们并没有很丰富的矿产资源, 不利它们发展重工业。 所以你会见到意大利不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去维持它的影响力的, 它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经常尝试在两个敌队的阵营方面去找着数。 我们不如讲两个典型的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就是德国本身是同意, 与意大利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战的, 但是后来就与英国签订了协议, 英国承诺给一些土地意大利, 于是意大利就帮了法国和英国那边。 另一个事件就与默索利尼有关的, 当1930年代德国开始扩张的时间, 意大利经常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 一方面跟英国、法国扮朋友, 另一方面就与德国紧密合作, 尝试在两方面都捂点游泳。 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但是虽然它是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和会, 甚至也是BIG FOUR的一员, 但是其实它很多地方都没有华视权, 虽然英国之前答应了给三块地方它, 即是Tirol,Isria和Dalmantia, 但是最后意大利又不可以全部拿完, 所以就令到意大利人很生气, 一方面觉得自己被英法骗了, 另一方面觉得现在的政府很废。 很快极端的民族主义再次兴起, 加上当时共产主义就很惩恨, 令到不少的人,特别是中产阶层, 都转向支持法西斯主义。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密索里尼成功夺权。 密索里尼夺权之后就说, 它要为意大利带来以前的光辉。 这些光辉是指着什么时候呢? 就是千几二千年前, 罗马帝国的光辉。